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终于看到日出和彩霞 他就觉得昂泉州大桥一段风景是最美的 除了美景之外 今次单车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 就是在云云专业单车之中 竟然发现了一辆共享单车 有车手骑着共享单车 参加50公里组别 还成功完成赛事 引起网民的讨论 据了解 这位共享单车车手总共用了大约2小时28分钟完成赛事 不过由于共享单车不可以转波 车手最高心率达到1分钟195次 平均心率也有1分钟164次 真是相当之辛苦 有网民就赞这位车手很热血 说单车无分贵战 这种行为符合赛事理念 是全民运动的真正意义 但亦有网民质疑 这位车手卖广告 博宣传 真相是怎样 就见仁见智了 无论怎样都好 趁着最近秋高气爽 出去户外参加活动 人身心都舒畅一点 最近东冲海滨就加入了很有特色的艺术装置 被市民可以在阳光和海风中尽情打卡 环境有多冷静呢 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看着天, 对着海, 吹着凉风 我的心情也特别靓 而住在东冲的朋友平日有空 都会来到海滨长廊这儿散步, 冷静一下 现在这里还加入了新的艺术装置 给大家一起打卡 10月12号, 来到文静事务署 在东冲东海滨长廊 举办梦长倒序离岛区打卡地标揭幕礼 现场加入富有离岛区特色的打卡地标 包括两组大型公共艺术装置 主题围绕, 阳光, 海风, 飞行, 梦想 吸引了不少市民来打卡 为什么今天的活动会称为梦长倒序 其实梦长倒序正正就是我们 离岛区新设的打卡地标 里面两个艺术装置的名称 梦长倒序这个名字 除了可以反映这两种艺术装置的特色之外 也包含我们对打卡地标落成之后的寄望 今次的打卡装置 如何可以突显到离岛区的特色 我先说梦长 就是我们身后这副原空的艺术装置 这个艺术装置是由超过三百架 原防去半空中的子飞机来组成的 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身处的 东冲东海滨长廊 其实对面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这个飞机的主题 其实都切合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 飞机上的色彩 其实就是受到这里的日出彩下 那个渐变色系的启发 我们就希望大家来到参观这一套装置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有一种梦想 非常积极向上的正面的讯息 而我们第二套的装置的打卡地标 就叫做倒序 倒序是以我们离岛区的地盘轮确为基础 而设计成的一套公共桌椅 我们在这个桌椅上 印了我们离岛区不同的地方的名称 和一些小知识 我们给公众在休戏的同时探索 我们岛内的各个岛序的风貌 也希望可以建构成为一个 给区内居民相会相聚 分享喜悦的平台 来增加社区的凝聚力 以及凸显我们来到民政署 对来到各界群策群力 团结齐心的展望 除了打卡装置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活动呢 今天的揭幕礼 除了有一个揭幕仪式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有一个摺纸工作坊 就由我们的青年发展 及公民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亲自教导到访访打卡点的工作人士 摺我们的自飞机 之后就会挂上这个许愿场 或者飞过我们的许愿环 让参加者亲身去感受一下 我们寄望区内居民梦想达成的设计理念 我们也会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访谈 给我们的设计师讲解一下 设计这一套打卡地标的理念 你们期望今次的活动 会为附近的社区带来什么效果 我们都希望他们当然是来欣赏 我们这套打卡装置 令到他們來東中東海賓長廊 進行休氣康樂活動的時候 體驗能夠更加豐富 活動當晚 大會舉辦了燈飾裝置亮燈儀式 而附近的藝術裝置燈光照明系統 也會同步啟動 讓參觀人士欣賞到 藝術裝置日夜交替的變化 3、2、1 亮燈 亮燈, 好 亮燈的象徵是大家的夢想 跟飛機一樣, 我們飛上天空 我們夢想成真, 讓我們開心心 你剛才玩了甚麼 玩了摺紙 聽了關於青少年的講座 看他們玩樂器 我們剛才摺了飛機 還有我們上面寫了夢想 是否開心 開心 很好, 很多人 而且可以看到日落 還有很多紙飛機 可以看到他們夾在一起 擺在一起也很漂亮 很好玩… 我真的很喜歡過渡 可以幫到這裡的私朋友 大家父母很開心 我們可以一家人, 一起在這裡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兩個新加入的大型建築 我們兩位都是建築師 我們第一次來到考察 就覺得這裡的景觀很漂亮 所以我們決定用一天一地的概念 去貫穿這次的藝術裝置 是夢場倒序的 夢場的設計 就像Arnold所說 我們拿了天和海設計的靈感 而做了一個怪天空的藝術裝置 我們希望可以鼓勵人 多看上天空 就可以許願 和多思考自己的夢想 而我相信大家小時候 也有玩過摺飛機、扔飛機 我覺得這個項目 可以帶出很多兒童的回憶給大家 這次的藝術裝置除了被打卡之外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多點地方休息 同時也希望能夠啟發他們 多想想自己的夢想和圓境 這個東涌打卡景點會展示到明年三月 大家過來東涌 記得預留時間過來打卡留念 上個月圓結的巴黎殘奧 香港硬地滾球隊 奪得三金、兩銀的歷史佳積 當中在個人賽和混合雙人賽 都獲得金牌的賀丸期 已經是第三次出戰奧運 究竟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踏上奪金之路呢 今晚請來香港硬地滾球殘疾運動員 賀丸期和她的丈夫 硬地滾球管道助理員兼教練 李榮傑和Jazz 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訓練過程 和今次參加奧運的點滴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 首先要和阮琦談談 我們從盤古初開始說起 說一下你當初如何接觸這項運動 其實我在特殊學校認識硬地滾球 當初我們也有不同的體育課 會介紹一下殘疾運動 硬地滾球可以說是我唯一玩到的體育項目 因為我至少患有脊髓肌肉畏縮症 所以身體的障礙都比較嚴重 所以平時大家玩的羽毛球 乒乓球 我拿到柄就打不到 所以只能接觸到硬地滾球 Jazz就由2011年開始 做阮琦的管道助理員 現在作為一個丈夫兼教練 其實你平時是怎樣跟阮琦 去做一個日常訓練的呢 我估計日常訓練都是 大家可能去到體育學院 我們進行這個訓練 第二就是我們都會跟我們的管道 跟我們的球在一起熱身 大概都是日常一復一 我們都是一樣的去繼續練習 剛才也說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你已經經歷了三屆的奧運 說要由2016年你約 2021年東京的運載到今屆的巴黎殘奧 其實可以踏上這個冠軍的頒獎座 其實我想我們香港市民 當然為你很振奮 你自己的感覺又是怎樣 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從小到大從來都會覺得 運動根本不在我的字典裏面 因為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 運動根本不關我的事 但是因為既然巧合 認識到硬地滾球 也是我唯一玩到的項目 我就慢慢蓋上去 我就會慢慢透過硬地滾球 找到我的興趣 然後就是我的夢想和目標 作為運動員 當然最想去到殘奧這個舞台 因為是最大最高的舞台 都很想嘗試自己去不去 想去挑戰一下 終於是在2016年 成為了香港首位的BC3運動員 可以出戰殘奧 是很開心 但是我都不滿足了 因為我會覺得 單單參與是一回事 但是我都很想嘗試踏上頒獎台 所以我和Jack最後都希望 可以博盡無悔 在這段時間就訓練 希望可以追到我們這個夢想和目標 最終今年可以說是圓夢 因為在兩個項目裏面 都可以獲得兩面金牌 是 很開心 所以我們都很替你很高興 Jack 你在巴黎親身見證太太 獲得兩面的金牌 你當時就很甜蜜地疼她 感受到很滿滿的愛 你當時是跟太太說了些甚麼 當時我很記得我們的說話 就是我們終於辛苦了那麼多年 我們做到了 還有這一刻我們覺得 我很記得我跟她說 這一刻是屬於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很想得到的東西 或者目標已經終於達成了 我想其實這一刻 都會馬上想起很多 當中辛苦的很多回憶 有很多挑戰大家一起捱過 因為之前我們都看過一些報道 就是軟期中間都有一些 很想放棄 退出等等的念頭 可能是身體原因或者其他原因 其實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呢 特別是在轉組別的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我本身其實是一位BC4的運動員 是一個能夠用手去拋球的一個運動員 但是因為身體的障礙 我們這個病其實 隨著年紀的增長 肌肉其實都會慢慢會叉下去 所以教練就建議我們 就轉這個組別 其實當時都很想放棄 也都會覺得很難 幸好你沒有放棄 真是為我們香港得到這麼好的 殘奧的成績 多謝軟期和Jazz今天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接下來就和大家去游一下電車河 說的是我們下一個環節 換到好去處 會帶大家由石塘咀 一路由電車河去到銅鑼灣 看看沿途有甚麼的打卡靚位 不少的旅客來到香港 都會試坐電車為他們的活動行程之一 到底甚麼交通工具有多吸引他們 你呢?歐米, 我留意了電車超過三十年 我覺得很喜歡電車 其實乘丁丁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不如我們馬上上電車來體驗一下 好嗎? 好, 那我今天真的靠你了 以後我能否做到這個電車導遊 還是看今天的了 別說了, 歐米, 電車快要開了 我們不上車, 它會走的 好… 香港電車文化保育學會會長 Joseph謝耀康 拍攝過過萬張的電車照片 收藏了過百件和電車相關的物件 這次Joseph就會帶我由石塘咀 由電車河去到銅鑼灣 看看這輛電車是否很不同 和你搭開的那些… 這輛電車是一輛電車的號碼 這輛電車是目前最舊的一輛電車 只有一輛而已 我們現在坐的都是很經典的騰燈 你看到上面的燈爪 全部都是很柔和的 跟我們現在一般在外面搭的電車 這輛電車都很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打卡位 就是我們轉了這個彎之後 前面我們有一個紅磚後的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是… 它前身叫上環街市 現在就已經是保留了歷史建築 成為了上環的西港城 Joseph說要拍攝西港城 就要由德庫道中和魔力神街 交界一路拍過去 但是如果想拍攝西港城的正面 就要由乾到西那裡拍過去 120是1949年面世的 我們現在坐這輛1992年 重新再造的一輛復古板 最特別的是它還在用舊式的 鋼刀拿的控制器 在客電車只剩120 還在用這個控制器 我們說這麼快就已經來到中環了 我下一個要推薦的打卡位 所以就在前面 我們走到前一點 你可以看到舊的立法會大樓 這個平時很多的一些視影法燒藥 都很喜歡選擇這個位置拍照 Joseph還說要拍舊立法局大樓 就是現在的終審法院 就由德庫道中執拍過去 會拍到那個大彎位很漂亮 我剛才看到灣仔區的牌子 我們已經進入灣仔區地段了 對,我們一輛車轉彎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另一個 又是紅色鑽頭的灣仔地標之一 我們現在就是灣仔教堂 這個灣仔教堂 電車轉進來的時候 一定會看到的 這個灣仔教堂其實也很久歷史 以前電車還沒走中士敦道的時候 就已經在這裡 照片拍得好看 那就要由軒尼斯道 和中士敦道交界拍過去就完美了 那電車對你來說的價值又是甚麼呢 我覺得電車已經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我也會帶一些電車的導賞團 希望更加多人去關注電車 除了是香港人之外 世界各地的遊客 可以多點留意我們的電車 我平時的生活工作節奏真的很急促 不過今天坐完電車之後 我就知道接下來放假可以去哪裡 和做些什麼 就是來到港島區這裡坐電車吧 可以欣賞一下沿途的風光 慢慢地感受一下這個盲活的旅程 香港可以拍照打卡的靈位真的越來越多 就好像是位於堅尼地城 被宣佈為法定古蹟的老班先師廟 就剛剛完成修善工作 喜歡文物和古蹟的朋友 又多一個打卡的好去處 老班先師廟建於1884年 1928年原子重建 以壁畫、灰塑、木雕和塗塑裝飾點綴 一共花了10個月的時間修復 現在看到牆上的浮雕遺超遺妙 屋頂的雕刻也許許如生 這次修善工作以收購餘舊為原則 並加入大灣區交流合作 傳統建築工藝傳承 和公眾教育的元素 在11月16日開始 古蹟辦更加會向公眾 提供免費的道賞服務 讓大家了解妙語的歷史和建築風格 名額先道先得 講開文物保育的工作 另一個大型項目 就一定要講到南海一號 這是到目前為止 全球考古發現中保存最完整 體積最大 年代較早的遠洋雙船 南海一號出土的文物數量非常龐大 有接近18萬件 當中瓷器大約有16萬件 鐵欺形結物124噸 開創了中國單個水下考古項目 發掘數量之序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發現 是船上有大量 被學者稱為廣東貫的醬油圖貫 香港亦有不少為止出口廣東貫殘片 尤其在九龍城、宋皇台、盛山為止 發現得比較多 反映香港自宋代開始 已經是貿易航線的中轉站 在海上絲綢之路對外貿易占一席位 精彩的歷史故事 真是說幾天幾夜都說不完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親自前往 位於尖沙咀九龍公園的 香港文物探知館 參觀這個內容這麼豐富的展覽 細心地欣賞船上的珍貴文物 沒錯 這個名為松灣區啟航 南海一號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展覽 會一路展出到明年的2月12日 而未來11月到明年1月 還會邀請專家和學者 舉行四場主題講座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出得很文化,雖然自己不懂得出聲 不過我們就可以在他們身上 見證不少歷史遺留下來的故事 我們今時今日的衣著穿搭 有之一日都會成為歷史 不知道小朋友又怎樣看呢 流行一些路腰 或者可能一些長的牛仔褲 多巴胺風格,可能很色彩 可能粉紅狀綠色,然後紅狀黃色 我自己覺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最近很多人穿上街的 很多人穿上街的 正常短袖的T恤衣服 運動那些 純色的那些,不會太花巧的 漢服和比較好穿上街,例如運動外套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些超前風格的那種 可能露出雙手腳腳,我就不喜歡 那些男人穿露腰衣 就是人家那些男的扮成女的 之後呢,就很涼 才天吻的 我最愛的 我最愛你 從你節目中 我不能別再寫 我想到你了 想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